有關於民主基金會改組過程當中 習四是不是改變 那誰又做了什麼樣子的不一樣的決定 完全沒有聽聞這樣的訊息 這樣的說法完全是空穴來風 我們沒有辦法針對一再的空穴來風的謠言來進行評論 我們都會依據章程及慣例 也期待未來改組的民主基金會 他的運作能夠深化台灣跟民主同盟國家之間的國際合作跟交流 倒是這段時間 民主基金會在政黨申請相關補助的使用上 國民黨才是完完全全的違反規定 幾年來拿了超過500萬都是前往中國大陸去訪問 那請問中國大陸是民主國家嗎 夏立妍這麼頻繁的前往中國 那有沒有用這樣子的民主基金會的經費呢 又譬如國民黨動用這樣一個國家補助的珍貴資源 來作為一黨的網站經營跟翻譯的工作 又譬如國民黨去做他們所謂的民調 那是不是選舉相關的民調呢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好好檢視自己 中共軍所希望用全新同一個飛行機 能夠遇見 我們好意見 通常有講述 但是我們就要不動用 我們先去做這個地方 從而來 我們先去做這個地方